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如這個圖 兩元O1跟O2 它交以兩點AB 那元O1的半徑是1 那O2的半徑是2 然後角O1AO2 這個角度是90度的 這隻角 那麼它要求1 這個聯繫線的長度 這個等於多少 大概這90度嘛 那根一必是定 這個是等於1的平方加上2的平方 所以是根號的 再來我們看看第二小題 它要求這個AB 那AB的話 因為它這個上下對稱 所以AB是等於這個的兩倍 那我們先來看 這個三角形 跟這個三角形相似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有共同的角 就是說 我再把它畫一個 這是直角 這個三角形 跟這個三角形相似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三角形有一個直角 這個大的三角形有一個直角 然後這個小的三角形有這個角 大的三角形有這個角 所以就相似A性 那所以呢 這個小三角形這個角的對邊 就這一邊 這個我叫做C好了 這叫C好了 就AC AC AC比上多少呢 比上這個角的對邊 比上這個大的三角形 這個角的對邊 比上2 是等於小三角形的斜邊 B 比上大三角形的斜邊 是多少 根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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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AC齁 是等於 根號5分之2 好 那AC呢 是AB的一半 所以AB齁 是等於兩倍的AC 根號5分之4 所以是等於 根號5分之4 然後給它油理化以後 上下乘以根號5分之4 根號5 所以AB呢 是5分之4 根號5 是5分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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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5分之4